目前《梦中的那片海》在东方卫视、北京卫视等平台进行的二轮播出也热度不减 萧春生、佟小梅、叶国华、贺鸿林等剧中角色依然是网友们热议的对象 萧战在《梦中的那片海》中饰演萧春生 萧春生洒脱仗义和坚守自我契合萧战、杨小培当初之所以决定拍摄《梦中的那片海》 是因为他一直想拍一部青春励志的年代剧 让当下年轻人看到父辈们在青春岁月里奋斗、追梦和情感的故事 通过年轻化的表达向观众传递向上的力量 我觉得《梦中的那片海》是近年来比较稀缺的题材 非常有可看性 也很有意义 他以前制作的古装剧项目较多 第一次操盘年代剧也遇到了不小的挑战 怎么才能让大家与那个年代的人物共情 他认为叙事的切入点 情感表达的方式、演员的选择都很重要 《梦中的那片海剧本创作阶段》 他就去观看了萧战演的话剧《如梦之梦》 我从他的舞台表演中看到了一种投入和忘我 那是一种完全放开自己的专业的表演状态 后来他到公司来跟我见了三次 第三次基本上就定下他演萧春生了 杨小培说 萧春生的洒脱、仗义和坚守自我 都跟萧战的性格比较契合 萧战看了剧本之后 也向他表达了对于萧春生这个角色的热爱 他很喜欢这个角色的设定 外在看起来有些满不在乎 其实内心非常细腻 是个默默付出的人 也是个爱憎分明 做任何事都不会丧失底线的人 萧战和角色萧春生在性格上很契合 同时 萧战对于北方为背景的题材也很感兴趣 这是他过去没有尝试过的 他很想要去挑战和突破 杨小培倒没有担心过 不是北方人的萧战 能不能演好一个北京长大的孩子 因为梦中的那片海里 萧春生这帮大院青年的父母 并不一定都是北京人 不过萧战还是非常用心 会在大冬天去石刹海附近的胡同里 感受北京氛围 跟大爷们下棋 看他们打牌聊天 有意识地往萧春生这个人物上靠 杨小培表示 演员要对饰演的人物感兴趣 这样才是双向奔赴 才能演得好 梦中的那片海的女性角色也非常丰满 不论童小梅 贺红灵 还是叶芳 赵小慧 都有着各自独立的思想 他们的人生选择和命运 也引发了观众的热议 除演员和角色的适配度高之外 女性情感表达 也是杨小培擅长的优势赛道 梦中的那片海 她也希望能刻画一组女性群像 展现那个年代里不同境遇下女性的成长 童小梅外柔内纲 执着追梦 叶芳理智清醒 赵小慧出身卑微 但从不屈言覆试 也不畏强权 一直向上生长 他们对待事业和感情的态度 都是非常当下的